韩江传媒大学学院于5月15日 为117名学生举行韩大奖助学金 及马来西亚社会企业家基金 私缘奖助学金颁赠仪式 韩江传媒大学学院 作为一所非营地的理办大学学院 一直品质了先行的立效使命 资历提供可负担的优质教育 帮助学者追寻高等教育资物 韩大在2023年至2024年1月期间 共发放了总额超过91万令吉的奖助学金 与110名学生 其中有55名学生获得韩大奖学金 7名学生获得名誉校长奖学金 1名学生获得体育运动员奖学金 10名学生获得韩大特别助学金 9名学生获得国立中学校长和独立中学校长 推荐助学金 及28名学生获得校友助学金 而马来西亚社会企业家基金 4元奖助学金 则高达14万5894令吉 共有7名学生受贿 我本身是来自一个小康之家 所以这笔奖学金就有很大的程度去帮助 解决我父母的财经上的问题 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肯定 很开心就是学校校友 然后可以得到这笔资助这样子 减轻我家人的负担也减轻我自己的负担 让我更加的安心去学习这样子 我仅代表韩江传媒大学学院 向韩江上校的董事 各位企业家和基金会 表示最热忱的感情 感谢你们对韩大教育事业的大力支持 我们充分承诺利用这个机会 竭尽所能在学业上追求卓越 精益求精 并立即成为对社会有益的群体 一天我们希望赴养 这一步的经济和支持 我们的措施 谢谢韩江 谢谢韩江 韩大新闻记者采访报导